很多网友都发来这个短视频 一个小伙拎着装西红柿的桶扔上车厢 结果桶在空中竟然自动分离 朝远离车厢的方向飞去 西红柿则向车厢里抛洒 那么西红柿和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式的运动路径呢 为此我请教了身边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现在他们正为桶里装的西红柿还是胡萝卜蒸得面红耳赤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通过还原现场的情形来解开谜团 为了简化模型 我们将西红柿替换成两个重量相当的球 在第一次投掷时 出手瞬间只让桶抛出而不发生旋转 那么观察桶和球体的运动轨迹会发现 虽然三者都处于失重状态 彼此之间没有压力 但他们的出速相同 收到的重力加速度也相同 造成三个物体的质心沿着各自的抛物线运动 因此他们的相对位置在飞行中并不会移动 只是在空中平移 所以这不会发生空中分离 这位女生分析得很好 虽然我刚才没有说话 但一直在拖拉机上研究这种蔬菜 并提出了番茄胡萝卜价接说 获得同事们的一致认可 因此他们推举我来做进一步讲解 刚才那位女生说到 桶坐无旋的抛体运动时 会和内部的球体保持相对静止 但幸好我们在扔出桶时 其实是让桶一边向斜上方加速 一边绕着肩膀旋转起来 因此在出手瞬间 球体比桶的质心获得了更大的限速度 导致球体由于出速更大 而沿着顶点更高的抛物线运动 所以桶抛出后 位于底部的球体就会相对于桶的内壁向上运动 不仅如此 根据质心运动定理 由于这三个物体在加速中获得了相同的角速度 因此在飞行中 它们都会绕着各自的质心 以相同的角速度旋转 这就造成桶的开口抛出时不断向后转动 而两个球体也在同方向自转 因此球体向上推挤倾斜的桶壁 产生了和桶壁垂直的压力 石桶在做抛体运动时 又获得了指向压力方向的加速度 开始向前上方离去 石桶的质心脱离了原本的轨道 而球体同样会获得桶壁的反作用力 开始向后下方加速 造成球的质心也离开了原本的抛物线 根据动量守恒定律 如果桶和球的质量相当 那么桶的开口旋转到基本指向侧面时 内壁的压力会让桶和球获得相等的附加速率 而互相远离 根据这一结论 当我们发力投掷时 如果左右手势力不均 让桶的开口不仅向后旋转 同时还向侧面旋转 那么桶的底部这两个出速更大 而相对内壁上升的球体 对桶壁的推挤方向 就会从前上方转动到指向侧上方 因此当桶的开口旋转到大致指向侧面时 球体就能被压力推动 顺利成章地掉进车厢里 而桶则会向远离车厢的方向飞走 所以对照视频会发现 桶刚扔出时 番茄胡萝卜价介物就开始相对上行 并不断被旋转的桶壁所产生的压力推动 从开口跑了出来 同时反作用力 也让向车厢边缘靠近的桶急剧减速并反向离开 好了就先分析到这里 我要继续去拖拉机上研究了 相信未来终有一天 我们会搞清楚 这到底是西红柿还是胡萝卜